通通录像作为证据 4月7日 这名男子又来到店里 老板娘发现后马上报警 随后民警赶南将这名男子带回派出所审讯 经调查得知 男子季某今年39岁 阿宁16年和妻子来到杭州务工 在2017年 季某因为盗窃被拘役4个月 季某刑满吃饭后 妻子表示如果他再进去就离婚 最近一段时间 季某想和妻子离婚 就想到了妻子说过的这句话